四位向西纳巴朗国秀已经25年 参加南岛管政府基本的合唱比赛 在到第一位这次新节 在到这份资讯 厚厚的书长希望参加每年 在新加坡基本的国际合唱比赛 因此报名 收盘上大志气的万楼 投票对万家卫 拜托乡亲 带着他来争取这笔赏金 让这点有天分的活动 每年再为台湾争取公演 清凉有用的歌声 总是可以让听这听了 真是买很享受 幸好是能把我们高秀的合唱团 在几多老师章鱼山的训练下 已经两三五年在管内 合唱比赛得有 好方希望每年可以带到苏仙 挑战更多合唱大赛 在这样一个优异的成绩之下 小朋友他们有一个美梦 有一个梦想 希望可以到国外去 跟其他国家的合唱团 能够做交流跟比赛 所以这样的一个梦想 让我们去争取了 安利的一个竞争型的计划 我们希望透过安利竞争型的计划 大家帮我们投票集气 让我们有机会 可以争取到这样的机会 带着小朋友出国 也让他们见识一下 在更宽广的世界 小朋友 苏仙老板国小 为了要参加每年 在新加坡基盘的国际客厨大赛 因此保证了 民间企业所基盘的 小朋友 大志气的网络 投票对方计划 要拜托乡亲 协助他们来 成立这笔证金 我希望那些哥哥姐姐 还有叔叔阿姨 可以帮我们投票 因为我们学校真的很希望 可以出国去表演 比赛 得到让学校有一些荣誉 也帮台湾得到一些荣誉 那这一个QR Code 就是我们参加 安逆追梦计划的投票的连结 那希望 这次我们合唱团的粉丝们 能够每天帮我们投一票 那投票的方式很简单 只要您有FB的账号 那就是登入你的FB账号之后 那扫着QR Code进去 就可以帮我们投票了 那再次拜托大家 希望支持我们的 不管是大朋友 小朋友也好 那就是帮我们多多充票出 让我们能够如愿参加 明年的新加坡合唱比赛 苏星共调 希望能够辛苦 自己的努力 精处来贏得 出国比赛的军金 拜托兄姐能11月之前 多多协助在帮路投票 上这点 有到天来比赛的合同 每年正往新加坡 参加各种合唱大赛 为台湾尽出公言 记者基本上三号部到